可是田女士这边却依然在为丈夫的不上进而生着闷气 对于这一点观察员文艳表示赌气没有任何作用 田女士要学会的是如何做一个会管老公的太太 在观察员文艳的鼓励下田女士表示回到现场之后 她将会对丈夫提出相应的要求 而现场又发生了怎样的突发情况 竟然惹得田女士二度泪如雨下呢 我们的调节马上回来 怎么样了 我一直非常认可 我老婆又能干又会体贴我关心我 这个方面真的做得很好 你像我现在身上穿的从头到脚都是她一手打理的 我就是一个马达哈 如果没有她我身后可能就是一团糟 总结来我是应该多向我老婆的思想靠拢一点 哪怕不是全部我应该多少接受她激励我的这种思想 然后回去我也尝试着多花艺的经历 把一些钓鱼的精神用到家庭上 四年上对待老婆的情感交流上 哎呀 说得真好 情深欲切 这个张念给你出一个好深奥的题 是钓鱼好还是老婆好 话是说是老婆好 有老婆关心了你什么才好 如果没有老婆你在家里什么都没有 冷软不知你钓鱼还有什么好 给你说 坦白讲我是很幸福我老公能够来到这里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的话可能是不好听 讲的是这个礼表达不到位 就是说我老公也是有些时候不能接受 其实我老公很优秀的坦白讲了 其实你真的我是很想在你这边找到一种依靠 还有我真的希望我们一直走下去 好 回去 好 来 其实我们笑着来 我就想着我们也要笑着走着 好不好 对 好 来 来 真的特别让我们感动 尤其是刚才田女士那样软软地靠在张先生的肩膀上 那一瞬间张先生立刻就把她揽入怀中 那一瞬间让我们看到 其实张先生你不是不能担当 只是你一直习惯了一个逃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但是你会发现你骗得了全世界骗不了你自己 逃得开所有人逃不开你自己 否则你心里面如果没有那股子闯劲 没有那股子锐气 你也不会把一个只是咸鱼野鹤般钓鱼的这样的一个爱好 去放到了一个竞技游戏当中 其实那争的是什么 那争的就是男人的一个价值感 一个成就感 你内心当中是有这口气的 那就把这股子劲这口气 用在你们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当中 好不好 这样的话你们俩人的生活 和你夫人她内心的感受 真的会越来越好 拉着你媳妇的手回家吧 就是说我老公很优秀的 就是勤章第一点 我们知道她很优秀 她听张叔有一点 谢谢你们的开道 好 谢谢张婷老师你们 白老师 听说我被她保在对她 在调解的最后 我们看到田女士将之前准备与丈夫的约法三章抛诸脑后 只剩下与丈夫久违的幸福相拥 其实再多的约法三章 又怎么比得上一个愿意每晚回家一起吃饭的知心爱人呢 而虽然在最后田女士没有提出要求 我们却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 张先生能够在心里给自己拉响警钟 别等鱼儿上钩了 却丢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幸福 感谢观看